由岳霜老师问我 你觉得天空到底是什么颜色 我觉得 我没办法给他一个标准的回答 我只能告诉他 天是蓝的 密度不太一样 他反倒过来问我 密度是什么 他老师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 我一般都选择成 但并不是不知道怎么回答 平常 我喜欢在宇宙里闲逛 总感觉 如果把世界上所有东西都去掉 剩下的 会不会就是宇宙里的声音 就像我听到的世界 像这样 有岳霜的爱好 跟曾经在无声的谷歌地图里的我 芳南也不相及 他喜欢唱歌 总是要我给他送话 我每次都说 我每次都说 待会儿说 播放用户LAMAS0712发布的莫文未珍的吗 我还记得 男人的一生 有多道歉 会碰到一个让你觉得自己完蛋的 就像游越霜 天空到底是什么颜色 我也只能告诉她 夜空中 总会有最大温度的颜色 而无论在宇宙里闲逛多久 我都有最大的几率遇见 就像在茫茫的星海里 我发现了地球上 那个爱心小岛一样 就像我 能在你寂静的歌声中 能在你寂静的歌声中 人类一生 有多大纪念 会碰到一个 让你觉得自己满蛋了的人 游越霜 你Google一下吧 女影提示录入 小双的同学 请告诉她小心鱼钢鞭 她看不见 别弄伤手 谢谢 你好 小双 我在 你有什么问题想问 用户 用户Sonder Rose 给用户Lonus 0712送出礼物 玫瑰花 姐姐